22. 經濟一週模式加速轉型可以有力建議25元 2015年7月18日市場焦點P028、029市場快打雷深圓內地政策鼓勵消費及內需 雖然家電補貼時代已成為歷史,為傳統家電股青島海爾600、690的控股子公司 可以電器01169銳以創新、優化成本及組織舊價、發展第三方物流及電子商貿服務組件成效 現價具投資價值,隨著外地家庭對家電需求日益飽和 以及對高檔家電更新換代需求的增加,可作為老牌家電行業龍頭 近年致力發展線上到線下 O2O經營模式,取得不俗成果,現時該估預測試盈率僅約15.53倍 是行業首選,可趁調整現價買入 電商物流業成增長兩點加電起家的可以急於突破傳統電器生產及銷售領域 集團自2010年第二季開始,便通過日日信平台鋪設渠道商之路 據集團2014年報,渠道綜合服務佔總收入76.2% 今年首季佔比進一步增至93.9% 2014年集團全年渠道綜合服務業務收入622.3億元人民幣 惡年增長8.1% 主要來自物流業務和電商渠道業務增長貢獻 當中電子商務表現由為突出 惡年大增153.9% 達44.63億元人民幣 估計該業務現時以達收之平衡,開始創造營利 中央推行互聯網加政策 集團透過 經營模式加速轉型 截至去年底線下活躍用戶達1570萬戶 近期集團又放言要做微商 即基於流動社交媒體開店的新型電商 可以微商平台的上線 與其他渠道形成協同效益 將更貼近消費者 另外,農村消費者購買力及網購比例有益提高 為集團發展農村市場增添機會 集團今年計劃打造農村流動電商服務網絡 並發展村級電商服務站 實現網店賣進村、村店賣進城 該集團旗下物流業務甚至獲阿里巴巴青萊 2013年12月獲阿里巴巴投資28.22億元 日日信網絡全面支持 矮旅旗下天貓的發展 為天貓商家及消費者提供家電及大建商品的物流 配送及擴張服務 摩根大通發表報告指 除了業務規模擴大 可以物流業務收入今年料有11%至12%增長 並成為集團順利上升主要動力 規模效益將得到體現 同時,預計第三方綜合渠道服務 X業務將會有30%的增長 令集團股價看高一線 盈利增長穩定今年首季海熱水衣機及熱水器業務銷售 分別上升6.4%和7.3% 摩通在報告中指出 集團短期增長動力是核心白色家電業務 由於原料成本下降 配合產品組合高檔化 料上述兩項業務無利率會有所提升 該行預計,可以即將公布的季報將可為股價帶來刺激 根據摩通分析,傳統家電業務無利率改善 主要受惠於原材料價格持續下降 傳統家電市場佔有率保持穩定的基礎上 集團因應時代潮流 易火拍國際科技巨碼發展智能家居 今年3月,成為蘋果公司 Apple-Home協的合作夥伴之一,開發冷氣機 令計劃火拍英特爾-Intel下半年啟動 與家智能家居產業聯盟合作 在北京、上海及廣州等一線城市開發無線充電技術 並與谷歌Google合作推出海爾Chromebook 上週四7月9日,索銀發表報告 列出近期中之股超賣優質股名單 當中可以榜上有名 事實上,集團盈利增長穩定 去年純利增長20%至24.5億元人民幣後 今年首季集團綜合收入 刊年升2.5%至163.96億元人民幣 純利升15%至5.36億元人民幣 可以估價於5月28日高建24.8元 此後進入下降通道 至6月29日跌穿雙頂的項線 並一直在250天線以下徘徊 上週三百日,估價跟隨大市深度調整 低建15元,可於18元買入 短線目標22元,長期上望25元 溫顧資深與家智能家居產業聯盟 2014年3月可正式發起與家產業聯盟 該平台涵蓋模組 開發者、投資者、電子商務 運服務平台及跨平台合作等多方面 第三方產品植入與家產業聯盟後 可實現跨品牌、跨品類的互聯互通 數據和資源全部共享 2015年3月可正式推出全球首個以家庭為中心 以人工智能交互為亮點 提供軟硬服務一體的智慧生活入口 可與與家智慧生活合作 由此可與與家智慧生活生態圈開始落地 進入用戶端的應用 通過可與與家智慧 用戶可一站式接入智能家居設備 全流程定制屬於自己的智慧生活體驗 網站可進入資料庫 發掘更多溫故資訊 沈慶雄受惠智能家電熱潮騰基金管理 投資管理董事沈慶雄稱 傳統家電銷售模式日漸色微 紛紛向偶爾爾爾轉型 可以電氣現股值合理 是行業首選 因該集團旗下物流平台日日順時 先行者 發展成熟 網點中多 加上集團或阿里巴巴戰略入股 與其他亞裏概念股相比 實體業務更踏實 衛報局三、四線城市的投資周期可能會較一、二線城市場 農村電商網絡亦在建設中,前景不足 另外,家電市場更新緩代潮到來 市場對智能家居電器需求也有增加 調對集團無利率有改善 文、呂心猿 文、呂心猿 中文、呂心猿 可以做到